拿起自製的布告欄 再打開門 露出一大片已經乾掉的 曾經斑駁又漏水的牆壁 這不是在玩密室逃脫 而是讓基隆市議員曾宜芳 和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了解 這棟老舊建物不斷面臨的問題 好 那因為我們其實之前 也有申請中央的補助款 來做一些耐震補強跟修散的工程 那的確因為基隆一直下雨 所以導致我們比較老舊的建築 的確會問題比較多 那真的很需要長時間的維護跟修散 位在舊七堵區公所裡面 一二樓都屬於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管轄的 暖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和親子館 因為建物老舊不斷面臨滲漏水 以及牆面斑駁等問題 整棟建物後方還有一大片露天空間 和不知該如何形容的老舊小廚房 以及停機車的廢墟 基隆市議員曾宜方 特地邀請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梓委協助爭取 總共287萬元的經費幫忙修散 並且聽取社會處方面的規劃 希望可以經過修散 在一樓露天空間鋪設 排水性人工草皮 並且重新整棟建物外牆 善用活化這棟老舊建物空間 持續服務更多民眾 七堵慶濟公七堂罵 這是我們七堵區 一個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它臨近著我們傳統市場 還有我們夜市 其實人潮非常多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我們暖期社福館在這邊 那我想這其中的原因 應該就是因為比較老舊 所以造成人家沒有辦法來注意到 我們這一棟建築物 那宜方在上任後 積極的與社工科這邊來聯繫 那同時也跟我們同志委議長 這邊來做探討 那未來我們可以如何來改善 我們七堵社福館這個空間 是如何來活化這個空間 讓親子能夠來這裡做活動 七堵的曾宜方議員 她本身是一個年輕媽媽 非常重視社福相關親子的議題 那今天她特別提出來了這個 把我們的社福館跟多元化的利用 除了讓社工科底下的一個戶外空間 可以有更有效的利用親子空間以外 也特別來關心我們上面的親子館 整體來說我想曾宜方議員 非常有理念也非常有想法 那對親子的活動特別的重視 那我想我們這個舊區公所 是七堵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活動據點 應該讓更多的人參與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知道說 這邊我們社福館社會處的用心 所以我們來給予曾宜方議員支持跟協助 那我想她的理想 一定可以讓我們的市民 有更幸福的感覺 那這邊周邊也現在有理由社會住宅 未來的捷運規劃 我想做這個親子館的設施的改善 我覺得對未來整個社區的發展 絕對有正向的幫助 一向非常關心親子關係和家庭問題的市議員 曾宜方和議長同職委 也一起到二樓的親子館和帶孩子來這裡玩的年輕媽媽們 閒話家常 了解親子館空間和郵具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 以及補充的地方 議長同職委更不經意展露赤子之心 玩起小朋友玩的玩具 實際感受品質和需求 並且向社會處人員表示 如果還有需要經費改善 一定會大力支持 讓社會處人員非常感動 也感謝議長和議員 對於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以及親子館的支持 真的非常謝謝那個議長 同議長還有那個莎莎議員 我們就是代表處長這邊 很感謝很威宜做的支持 謝謝 議長同職委和市議員曾宜方 也感謝社會處社工們 在各區不辭辛勞服務地方民眾的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